我們今天有新的功課是折袋 像把袋子一折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袋子我們把它想像說 如果是一條領帶或是一條圍巾 當我們側面來看它 譬如說一條領帶側面看它是不是很薄 一折下來它就寬的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當我們畫它的時候就是要有那種感覺 有細細的線條跟寬寬的線條同時表現 那我們筆用推的 我推過去細細的折下來寬寬的 這樣子對不對 所以把它形成一塊石頭 然後我們可以這邊左邊推過去折下來 右邊呢可以這樣接拉下來 然後這個是一個底部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 也許你說我畫像一塊針頭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組合 組合它就有一些把它想像說 我們把它當作說這個是一個輪廓好了 那裡面是不是可以有些小的分別 或者我可以把它組合寬寬大大的 這個筆法我們在這個小石頭 這個筆法中經常要運用 你看我們經常在這個石頭堆中的這個小石頭 我可以把它堆的高 也可以平平的擺 所以這個是那個結構上可以自己去運用 所以你們畫稿裡頭就要 然後譬如我現在這一組裡頭我想前面再加一個 這邊呢左邊想再給它加一個出來 甚至我想再給它堆起來 都可以 那我也可以把它堆成一個高高的山 或者是我把它變成一個像那個在海邊 海邊的那個岩石把它這樣子慢慢的順過去 一組一組的 那都可以 自然的天地 對 好 那我們現在這邊有一組墨色就調的那個淡一點 那你說我們是比較規矩的 我們就是這樣很平的 當然也許我說我斜一點來組合它 也OK的 也沒問題 這個時候就輪鍋跟分面都一起了 一起了 好 那這個 你就可以去怎麼樣變化 就覺得蠻自在的 那這個就是有時候我們想要多加幾個小石頭在這個前面 我們就用這個折袋筆法 越遠墨色就再調淡一點 遠的就墨色就淡一點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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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看到了 你看到 你看清楚一點 這個不是動不動的嗎 好 葉圓我們就越模糊了 對不需要弄得這麼清楚 也許我們在那裡 好 到時圈籃一樣 凸的我們就 不染 凹的就跟它染 摩斯一染它就凹凸就很清楚 那 這個我們稍等一下 等它乾好 我們再來一張試試